接下来要带您到高雄 来看在大树区的这位美女鸡头 她身上的装兽非常的特别 总是一席古装现身 而且还裹小酒 为什么呢 她告诉我们说 这是她和妈祖之间有个约定 要用最温柔的方式来帮妈祖代言 一切都要从她孩子出生的时候开始讲起 小朋友才一出生就得了罕见疾病 在一月躺了三年 后来是被妈祖给救了回来 为了孩子 她也无怨无悔成为妈祖的代言人 妈祖宝尖竟然很乖 妈祖宝尖竟然很久 所有的孩子都学生 才是其他人 和她、次人都学生 都学生 他和妈祖等会更多 还没有学生 他和妈祖的朋友 他和妈祖的朋友 她和妈祖的朋友 每一家人有親切 然後有什麼事他都很熱心 幫我們就是處理一些 我們這些信徒那一些的 那我記得是真的 和媽媽給我們一種力量 這位將軍告訴你的兵士 趕緊懸崖勒馬 不可塗炭生離 信徒口中的二媽媽 就是天上聖母媽祖 她降價在美女雞童 李佩蓉的身上 一身古人裝扮還裹著小腳 備受信徒敬重的二媽媽 不但幫信徒受怕 還能解決任何的疑難雜症 好朋友 媽媽 妳的補生副 גם要掐嗎 要掐伯顧瓜 好 有請一道補生副要掐伯顧 jud 好 好 他說 đấy 整個補生副 好 你把完成了一個non-native 好 你可以それでは 不僅穿著打扮 讀書一格 當聖母降價時 女基童的口音也變得很特別 得透過一旁的師姐翻譯 但無論如何 她總是能忠實傳達神明的旨意 這次我前來拜見媽祖是 你的請求我已經知道了 救苦救難是我的職責使命 你回去告訴鄉親們 我稍作安排 四日之後便到高麗 為鄉親們醫治怪病 因為之前其實一般在問世都是 都是那個惡媽媽 對啊 所以像那一次是比較危急的話 就是大媽祖在幫我們下來 幫我們特別幫我們 就是保佑媽媽能夠順利的在 家或病房能夠順利出來 因為那時候在長根已經是 醫生宣布敗血症了 媽祖慈悲祭祀的神蹟流傳在台灣各個角落 高雄大樹區也不例外 位於小巷弄監了慈後宮 供奉的媽祖又被稱為行阿嬤 慈後宮雖然是一家面積不大的小廟 但每到一週一次的問世時間 當晚的廟門前總是大排長龍 各路前來的善男信女都在等著媽祖賜福 大家不用著急 我給大夥開個方子 你們很快就會沒事了 把藥給病人貼上 先把這些都給大家分發下去 這個不能治病嗎 來 給你 我可以治病嗎 就像尋常的檔基一樣 每當行阿嬤出巡繞進時 比佩蓉也會超無保 但動作顯得格外輕柔 一點都不血腥 裹著小腳的臉部輕移 散發女雞童特有的魅力 她說 這是她跟媽祖之間的約定 也要用溫柔的方式 幫她代言 秋風 秋風 風雪蓮喔 夏七年 夏七年 我們曾經在出巡的時候 突然下大雨 那我們的交班人員 就一樣是抗著教 可是全身都禮失了 媽祖就突然降價 然後就陪著這些志工跟這個教班 然後行駛在路上 就是行走在路上 跟著她的神教一直走 媽祖回來的當下 是所有的教班都非常感動 天上聖母媽祖 是台灣最普遍的民間信仰神之一 三位小媽祖 更是台灣知名的文化盛世 每年農曆三月十九號 雲林北港媽祖出巡 大街小巷的居民 都會一起到老 大甲鎮南宮媽祖 十六日晚間抵達鳳天宮 一隻隻信徒的手 搶著撫摸神教保平安 接著大甲媽 就要進宮住駕 人人搶摸媽祖神教 或者是大牌長龍 以跪姿軟腳腳 只為了一求聖母保平安 人群中不分男女老幼 甚至有搭著輪椅的信徒 他們都是酒駕被害者 其中一名男子 七年前被酒駕撞飛昏迷 據說靠著媽祖庇佑 才得以清醒 祈求他讓我們康護 然後日子不要那麼悲哀 信徒說 不分貧窮貴賤 媽祖都一視同仁 這也是為什麼海上女神媽祖 在台灣人心中 具有崇高的地位 有關媽祖的神蹟 台灣民間信仰有許多記載 最有名的莫過於媽祖 在生前就可以原神出鞘 大顯神通 阿波 今天不能出海 很小心啊 經典的傳說故事 就有所謂的機上救護 有一次媽祖的父親和兄長 村民共五艘船 分別出海捕魚時遇上海難 爸爸和哥哥不慎落海 當時媽祖在織布機前打盾 竟可以使出分身 出手搭救 爹 快去救你阿哥 結果媽祖的母親 突然喊他的名字 嚇了他原神回鞘 吃了一步救哥哥 我娘不好起風啊 阿哥 那邊走啊 我娘 阿爹 我都把阿爹住下來 還沒救阿哥呢 你就幫我退行啊 阿爹啊 民間傳說的記載 跟整個那個歷史的背景 有點不和 地方就是說 媽祖的爸爸 他是一個退休的節肚師 可是媽祖成神的故事 又跟這個合不起來 為什麼 因為如果媽祖的爸爸 是個退休的節肚師 那是高官後路 那怎麼還去打儀呢 這個不對吧 所以民間傳說 有很多都是這個真真假假 很多媽祖的故事裡面講 就是說 媽祖成神是因為 有一次呢 他在作夢 夢見他哥哥 跟他爸爸出來補儀 結果呢 他哥哥 肉海死掉 沒有回來 媽祖 他爸爸失蹤了 所以媽祖就每天 提起一個燈籠 到 梅州島那個地方 當燈塔 他爸爸還是沒有回來 但是呢 往來的船隻 因為有媽祖那盞燈 他們不會民航 有關寧孟娘生前的神奇事蹟 不生美舉 往往都是大顯神通 想要扶摸的故事 但或許有人會問 他的法術到底從哪裡學來的 根據民間傳說 媽祖在十三歲那一年 曾經在故鄉梅州 遇上一位道士傳他法術 讓他不但能原神出鞘 還有辦法神遊填廷 有一個道士來跟他畫圓 他對這道士非常的好 道士就傳授他法術 他有一個經法 拿這個經典的法術呢 就是據說就是醫術 那醫術呢 你沒有得到正式認可之前 在一般的民間 就所謂的巫術 到了十六歲 他能夠呼風 這個呼風換雨 然後幫助地方 來解那個宅惡 林末娘一生浮危助混戰 風鬥浪搶險救人 感天動地 天地順應民心天意 特封林末娘為海神 自名媽祖 媽祖在信徒的心中 神威顯赫 來自大陸的信仰 在民心時期傳入台灣 光是台灣本島媽祖廟 就有五百多座 大樹慈後宮就是其中之一 大樹慈後宮 慈後宮 不像其他廟宇 動輒兩三百年歷史 李佩蓉主持的慈後宮 成立至今不過十五年 怎麼香火如此鼎盛 慈後宮有說過 現在我爸爸在 他的第一個地主 他不想進去這個行 所以我們那時候 神秘廟就說 他要選在這個 我們家在頭前而已 要選在這個行的頭前 這裡去廟 雖然很小間 但是他不起陷 慈後宮的起源 要從李佳說起 這次什麼事情 我頭的手摆起來 是我的家事 家影家幼 你們還能再逃嗎 神秘廟 你的年學都挺大 我不算是在你手裡了 主書送你 好 處anyang 好 慈悲為華的行阿麻 是李佩蓉的母親 从北港朝天宫请回家供奉的家神 常年守护着李嘉仁 直到李佩蓉24岁那一年 遇上人生最难解的关卡 那时候很难过 因为不晓得那个心灵上 不知道要求助 求助无门 原来他刚出生的孩子 罹患了罕见疾病 医生判定他极有可能要折 他的染色体是异常的 那等于是他左边完全没有发育 包括没有眼皮 那半边小脸症 包括耳朵 耳朵也移位移到这边 心脏左边也都没有发育完全 所以我整整三年 几乎都在医院带着孩子 大大小小的手术 当时李佩蓉心急如焚 再怎么心疼儿子也爱莫难住 在我儿子经历十几次的 大大小小的手术的时候 有一次在家务病房外面 我其实是自己心里是暗中 许一个愿 希望老金也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去帮忙别人 暗自许下的愿 本以为被神明给忽略 直到他的出现 有一次那个慈府千岁 就直接当我的面跟我说 祖宝有听到你的心愿 你可能要去服务大家 你愿不愿意 对 我马上就说好 被妈祖指定当代言人 李佩蓉的体质也开始转变 渐渐能通达圣母的旨意 于是便遵照神明的指示 在家里头开谈办事 那时候在三楼 我要顾我儿子 所以我也不会跟人家讲说 我有开庄 可是不知道信众哪里来的 那个最高纪录排到楼下 楼上整个楼梯间都是人 说也奇怪 李佩蓉当起行阿嬷代言人后 被医生断定长不大的儿子 病情逐渐好转 还奇迹似了出院 我妹妹她就发心 她觉得妈祖既然有得救她的儿子 一定有得救越多人 绿茶 四杯无糖绿茶 一杯半糖的 好 那就是去拼 所以五杯还是四杯 五杯 五杯 母子俩埋头调制饮品忙得不可开交 这一个小小的饮料摊 就是李佩蓉赖以为生的经济来源 失关了她 当年就靠着卖着一杯又一杯的饮料 得以筹出儿子庞大的医药费 都没去感受到八千钱回来 都自己扣她的相手贪钱 是她的鸡跟她的妈妈的爸爸 所以我看她这样做我也做不敢 心疼女儿的遭遇 李佩蓉年迈的老母亲 受访时一度哽咽 毕竟单亲妈妈要一肩扛起家计 着实不容易 罗椅上的阿公就是李佩蓉的父亲 中风之后不良于行 李佩蓉除了要拉把孩子长大 还要拨控照顾爸爸 经济压力经常压了他喘不过气来 但是他坚持不向信徒收半毛钱 我们不求什么我们也不贪图什么 我们只是想把一个好的信仰给推广出去 我们妈祖给我鼓励 我也希望可以鼓励很多人 跟我一样遇到人生挫折的时候 都可以勇敢的站起来 细心挑选玉核包荔枝 帮忙剪枝 装香 在玉核包盛产季节 这也是李佩蓉的工作之一 他热心协助当地农民卖荔枝 就算再忙都乐此不疲 白天的他是一位平凡的母亲 夜里的他又化身为妈祖的长期 问他累吗 李佩蓉说 只要家人和乡里平安 他甘之如頤 再连接半天 你干了 我找她处理 我与我一路 为什么我要当地 你让你怎么动 是什么 你话说 了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